各位朋友大家好,這次俄國入侵烏克蘭 可以說是一個全新的時代的開始 只不過到現在我們還不能夠完全確定 這個即將到來的時代到底是一個好的時代呢? 還是一個壞的時代?全世界現在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 今後可能前途光明,也有可能相當的黑暗 先說好的可能的光明前途,大家最希望看到的這種可能性 如果是這一次俄羅斯的軍隊在烏克蘭徹底的吃了敗仗了 也就是短期之內被迫撤軍了 那麼他們軍事上的失敗再加上經濟上的崩盤 俄國就會爆發革命,老百姓就會走上街頭要求普京下台 俄國的高層也會發起兵變政變 最後把普京政權給推翻 普京下台了之後,那必然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他支持的那幾個獨裁政權很快就會垮台 比如說像什麼敘利亞的阿薩德、白俄羅斯的盧斯卡申科 還有委內瑞拉的那個馬杜羅很快就會下台 更重要的是習近平也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 普京下台之後,習近平他就會再一次被國際民主陣營當成是頭號敵人 因為烏克蘭戰爭而空前團結起來的這個國際民主陣營 就會把力量集中起來去對付習近平 普京他已經讓西方這些領導人意識到了 這些大國的獨裁者,他們隨時都會發瘋 隨時都會給全世界帶來危險和災難 所以說他們會下定決心要把習近平拉下馬 不會再有任何的對中共的綏靖政策 再加上中共黨內本來就已經矛盾重重 民間也積累了很多對於中共的不滿 再加上這個二十大的因素,加上經濟危機的因素 加上現在正在發生的疫情失控的這個因素 國內外各種因素加在一起 中國就會爆發顏色革命,推翻習近平的統治 那麼習近平下台之後,中共這個體制內 他是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派別能夠解決現在這麼多的問題的 他們就會在國內的壓力和國際的利誘之下 紛紛的棄船逃跑 中共的體制也就會終結,中國就會開始民主化 那麼中共終結了之後,中共扶植的那些政權 像朝鮮、伊朗那就會紛紛完蛋 所以未來可能十年,最多二十年之內 全世界的這些專制政權都會滅亡 人類就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紀元 民主的新紀元,這是一個光明的前途 但是這只是一種可能性 還有另外一種可能,一種黑暗的前景 就是中共會與俄羅斯正式的結盟 形成新的邪惡軸心 昨天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和這個 中共的楊潔篪會談了,目的就是警告 中共不要幫助俄羅斯 不要給他們提供經濟和軍事上的援助 否則會有嚴重的後果,那麼習近平會聽嗎? 習近平會不會幫助俄羅斯呢? 我告訴大家一定會啊,他沒有別的選擇了 他一定會幫助,因為我剛才講了 俄國如果挺不住了,普京如果倒台了 那麼習近平極大可能的也會跟著倒 那麼面對這種結果,習近平一定會大力的去援助普京啊 在戰爭爆發之前,他們兩個已經商量好了很多的事情了 他們發表了共同的聲明了,說中俄合作無上限 戰爭爆發以後,他也公開的宣布了不會制裁俄羅斯 也就是說他會繼續的跟俄國去做生意 繼續做生意,這等於就是在幫助他們 等於就是在給俄國說血 不僅僅是繼續做生意,他還會給俄羅斯提供軍事上的援助 不僅僅是無期彈藥,必要的時候甚至有可能 他會派出軍隊去幫助普京,可能不會公開的派兵 但是以志願軍的形式出兵,這是絕對有可能的 現在俄國攻不下烏克蘭的那些主要的城市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因為軍隊的數量不夠 烏克蘭堅決不投降,那麼俄軍他要想攻佔城市 就必須得打巷戰,打巷戰,那是需要很多人的 需要很多炮灰的,現在俄軍的這個已經看清楚了 烏克蘭他們有這個標槍飛彈,有刺針飛彈 在巷戰當中俄軍的那些坦克飛機都派不上用場 都會變成火把子,起不到作用 那麼真正起到作用的就是人,就是大量的兵員 進攻的這一方俄軍,他的人數必須是守軍的好幾倍 這樣才能夠攻佔一座城市 那麼俄羅斯現在沒有這麼多的軍人怎麼辦呢? 普京現在已經向敘利亞求救了 要敘利亞派人,肯定也在向習近平要人 如果是哪一天基輔街上出現了大批的中國的志願兵 大家一點都不要覺得奇怪,就是習近平派過去的 甚至不排除最壞的一種可能性就是習近平 他可能會用最壞的,也是最有力量的一種方式來幫助普京 就是對台動武 現在中俄還只有一個邪惡軸心的雛形 那一旦習近平決定對台動武了 那麼這個邪惡軸心就正式的成立了 這對普京來說可以說是最大的幫助,戰略上的幫助 自由陣營到了那個時候就不得不再一次分散精力 來守衛台灣,對普京的壓力自然就會減輕 那現在正是習近平最有可能武力犯台的時候 習近平他一直是想武力犯台的 以前一直不敢動手 大家如果從他的立場觀點來看這個問題 那麼現在應當是他的最好的時機 第一,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對整個歐洲形成了很大的威脅 牽制了相當大的一部分國際民主陣營的力量 這個時候對台動武 中共雖然還是會受到相當大的國際的壓力 但是俄羅斯幫他分擔了一部分壓力 所以說這個時候承擔的壓力相對的較小 對習近平來說這個可以說是千載難逢的一個機會 現在不動手,今後恐怕再也找不到這樣的機會了 再也看不到這樣的國際環境了,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這一次歐美各國不敢直接出兵烏克蘭 讓習近平也覺得西方害怕核戰爭 俄羅斯的軍隊戰鬥力這麼差 北約要是直接派兵介入的話 那很快就會把俄羅斯軍隊消滅 但是北約不敢動手 他們怕的就是普京手上的那個核按鈕 普京手上有核按鈕,習近平也有啊 這兩個獨裁政權如果是結盟了 兩個核按鈕那一起來威脅全世界 那其他的國家就更加不敢直接的參戰了 這對習近平來講是一個相當大的鼓勵 當然這次俄羅斯閃電戰失敗,損兵則將 如果習近平頭腦清醒的話 應當他會知道俄國打不下烏克蘭 中共也很難佔領台灣,應當說不可能佔領台灣 因為俄軍他比共軍要強大得多 他都很難在烏克蘭取勝的話 那麼台灣的國軍比烏克蘭軍隊要勝一籌 再加上台灣還有海峽天險 共軍就更加不可能贏了 但是呢,問題在於習近平的頭腦他是不是清醒呢? 是不是也跟普京一樣會犯糊塗呢? 會掉進這個獨裁者陷阱呢? 烏克蘭戰爭開始之前 很多軍事專家他們都認為普京應當不會打 因為這仗他贏不了 他既攻不下烏克蘭也守不住烏克蘭 但是普京最後還是打了 因為啊,普京周圍全部都是馬屁精 他只要自己產生了這個攻打烏克蘭的念頭 那麼其他的人都不敢反對 所有的人都順著他的意思,都說可以打 那習近平周圍的馬屁精不比普京周圍少啊 普京會誤判,習近平也會誤判啊 也許有人會說,習近平難道他不害怕被國際社會制裁嗎? 西方這次制裁俄羅斯 俄羅斯的經濟現在已經快崩盤了 習近平他難道不害怕嗎?我告訴大家,他不會害怕 因為國際制裁對習近平這個集團 這個統治集團,他的利益的傷害並不大 習近平家族在海外也有財產 但是加起來可能也就是幾十億美金 這一點錢對他來說,對這個獨裁者來說 那簡直不叫錢 他的親信圈子裡面的絕大多數的成員 也是過去這幾年才提拔上來當大官的 他們攤的錢遠遠不如以前的那些紅二代、江派 團派的那些人攤的多,轉移到海外的錢就更少了 所以說他們不會在乎被國際社會制裁 不會在乎那一點損失 國際社會制裁中共,損害最大的就是中國的老百姓 損害第二大的就是反習派的高層 但是習近平會在乎中國的老百姓的利益嗎? 會在乎反習派的利益嗎? 再說了,經濟體量,中共比俄羅斯要大十幾倍 制裁俄羅斯,這麼一個國家,一個經濟上的小國 都已經引起全世界通貨膨脹了 如果再制裁中共的話,一定會導致全球的經濟大衰退 那麼只要全球經濟都出了問題了,習近平就不怕了 這就是流氓的這個本性 他只要能讓對方出血更多,他就願意打這一架 更何況習近平還有可能藉著這個機會 來鞏固他的獨裁地位 毛澤東說過天下大亂才能達到天下大治 獨裁者有他們自己的那一套政治邏輯 如果是習近平跟普京結成了新的邪惡軸心 那麼跟當年的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相比 他們兩個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現在國際民主陣營已經不可能用武力把他們給消滅了 因為他們手上有原子彈 對他們唯一的威脅就是來自國內的這種反對派力量 來自民變、兵變和政變,來自顏色革命 那麼怎麼樣才能徹底的防止這個顏色革命呢? 只有一種辦法,那就是建立朝鮮式的極權獨裁體制 取消所有人的經濟自由和他們的政治權力 徹底的清洗體制內的反對派 徹底的鎮壓體制外的反對派 對所有的人都實行嚴密的監控 在朝鮮體制之下沒有任何人能夠有串聯的機會 有立謀的機會、有反抗的條件 那樣的話顏色革命就永遠不會爆發了 那麼習近平怎麼樣才能夠建立這麼一套體制呢? 最有效的辦法、最快的辦法就是發動戰爭 戰爭一開始他就有藉口實行新的經濟體制 暫時經濟體制、實行配給制 再加上俄國有很多的能源和原材料 還有糧食,再加上中國有龐大的製造業 基本上就可以保住這兩個國家的基本的衣食住行 不會缺乏 然後有了這一部分保障了 那麼絕大部分人就不會想反抗了 還有少部分人想反抗 那習近平也有辦法就是戰爭一開始 他就全面鎮壓反對派 說紅二代、團派、江派那些人全部都擬通外國 全部抄家滅族 再說民間的自由民主派都是漢奸 全部勞改槍斃 同時他又可以在全國進行總動員 每個村莊、每一條街道都有民兵聯、巡邏 然後每一個商店、工廠都派黨支部去控制 再切斷互聯網 讓民眾完全不能夠得到外部的信息 再開動他們的喉舌媒體大內宣 把謊言說一千遍就變成了真理 到了那個時候還有誰能夠反抗呢? 還有誰敢於反抗呢? 等到這個朝鮮體制建立起來之後 那個時候他不能夠攻佔台灣也不要緊了 因為已經沒有人能夠反對他了 只要他每天設幾顆飛彈、炸幾座台灣的建築 他就能夠宣布我們又打擊了台獨勢力了 又打擊了美帝了 習近平這麼做,普京他也會這麼做 也會照這個辦法來如法炮製 在入侵烏克蘭之前普京他在國內的威望很高 他不搞朝鮮體制政權也算是比較穩固的 但是現在形勢變了,只有朝鮮體制才能夠救普京了 如果是這兩個獨裁者他們形成了這樣一個同盟 都來搞這個獨裁體制 那麼就會形成兩個在全世界形成兩個截然對立的陣營 就是極權陣營和自由民主陣營 那自由民主陣營就會長期的受到威脅 極權陣營的人民也會長期生活在黑暗之中 而在這兩個陣營之間對抗的前沿的烏克蘭和台灣 就會永無臨日 所以人類社會就會進入一個黑暗時期 這種結局也是可能的 那麼要避免這種結局就必須得除掉普京或者是習近平 除掉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也會跟著完蛋 到了現在這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 無論以什麼樣的方式 只要能夠打垮他們、能夠幹掉他們 那就是合理的方式 無論是哪一個人、哪一個派別 只要能完成這個壯舉 那麼他就是全人類的英雄 他就改變了人類的命運 今天就講到這裡 感謝各位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